厉害,你看这个艇仔粥 还有饭 它是有蛇味的,先说明鱼是够新鲜 油炸鬼子应该是淋了 我最喜欢它的葱花 葱花整碗粥不同 这是猪润腸粉 看看它的猪润腸粉可不可以 你看它的皮多薄 薄到 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五 现在下午的差不多四点钟 话说台风即将杀到 我们都要买点点食物放在家 因为跟以往都一样 星期六要出来买菜 但是今天担心打台风 要买多些 我们就非常幸运地捉了个女儿 而且不得不提 如果大家一直有留意我的影片 有留意上一集 其实结束的时间 我就在后面加东西 就好像逐集那样 我们很喜欢来这一区 我们面前就是中山七路 今天会去中山八 差不多都是中山七、中山八 我们会去前面那里 带个女儿去吃个雪糕 吃完雪糕就去市场买菜 买些包点各种 据说明天星期六 就会有狂风暴雨 是的 应该是今晚就登陆了 先头我看那些 手提电话的新闻 已经有些记者去到 汕头 应该是汕头 红海湾 那里已经是狂风暴雨 记者要抱着柱子那种 还未登陆 而且她拍的是1点钟 中午1点钟的时候 现在广州4点钟未够 但其实都动风平浪直 一点点的雨 不需要担遮那种 都看到一个人担遮了 有很多观众问我们 如果回到广州 怎样游玩 其实好像类似这样的留言 是非常之多的 如果喜欢去我们经常喝茶的地方 就在中山白鲁地铁站A出口出来 好像我们现在这样 一直往前走 然后转右 就可以去得到了 又有仁威廟 又有雪糕石 各种都有 而且我不需要跟你说 大概哪间好哪间好 你在这里前边出来 在前边这个华辉拉长 往右转 基本上都不会太差的 经常跟老婆都会说 在荔湾区开的那些餐厅 差极都有个谱 无论是粤菜也好 快餐店也好 好像我身后面 这些华辉拉长 都不会太差 前边有几档 那些即使是吃辣菜 都很好 不过有一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做 就是面前这条街 这条街叫半塘路 如果大家回到游玩 又不想西关那些路那么旧 的话 其实这条路就真是 没有什么地方有得输 不是那么容易输得到 是的 这里又有酒店 又有西岸酒店 这个酒店都挺好的 前边又有几家米芝莲 莫莫芝莲 那些又好吃 前边还有荔湾湖 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条路是没有得输的 但是有些是比较进阶版的 比如像我们上一集那样 那些我们有些路 看着电话都觉得 好像不太对 那条路 那些你们最好不要去 那些你们要遇到 要找就不适合游客 怎样呢 再便宜些哪些 城中村 昨天那些 昨天那些 对 昨天那些很便宜 原来早几天 我们去伙计市场 是很有名的 只不过刚好那天 我来到今天 我不怕说 那天是7月14日 所以没有人 我们真是很幸运 是 其实他说便宜 也不算很便宜 是 便宜不算很便宜 份量大 还有我们那晚最惊讶 就是不是千篇一律 那些食物的味道 是 还有在那天之后 那晚我才继续 再吃那些鸭 起码吃到两餐 对面 你们会见到一堆 那些地铺 又有便利店 又有旅游店 又有旅游店 在前面这裏 有一间新开的 吃腸粉的 未试过 但亦都相信 不会太差 因为在街上开得差 是不行的 甚至像这些茶餐厅 那样 它都不是很贵的 又有叉蛋饭 暗年丝云饭 在这裏 有很多街坊 都是讲粤语 那你们沟通都没问题 不过当然 这条街 那些旅游业 越来越旺 所以 讲普通话的 都可能会有游客 还有在前面 就有寅威廟 过去 旗下覆也可以 再来对面 就算这个 重记足声面也好 看它装修到 这样 好像是那些新派 其实不是的 不知道为何 装修到这么漂亮 其实挺好的 重记足声面 下次有机会 我都可以试一下 再来前面 前面又有几间糖水泡 比如开寄甜品 前面 我很久没去过 但我很喜欢吃的 奶粉 天气热点 吃奶粉 一流就是前面的零记 我认为 在广州吃奶粉 两间 数一数二 又有种食 又有腸粉 牛腩面 各种都好 一到星期六日 那些 对面全部都是人 只不过今天 巧合打台风 所以没什么人 如果换着平时 星期五下午 这个时段 应该都很多人下 至于面前 这里就是人威廟 在这里 可以进去半堂村 然后这里 可以祈福 不需要付钱 再来对面 这里 这个位置 现在未开工 3点多 就是向群餐厅 在向群那么多分店里面 有些装修到很新派 有些又过于熔熔烂烂 我觉得在向群那么多餐厅里面 这个是很值得来的 因为近游客区 如果回到文昌路 哪个都懂路 才不知道哪个地址站口出来 这个葱油鸡是最好的 为什么我要推荐大家吃葱油鸡 因为它是全熟的 有时候 老实说 是吗 这间都全熟的 都不是全熟的 我收回这句 更滑一点 但是有些游客 就担心不是全熟 不知道行不行 炒牛河 炒牛河 在米芝蓮里面 其实这个是我和他老婆 都是其中一间比较融合的 甚至乎包括前边那些 西关小食 荔湾厅仔粥 省城奶粉 这一行 你吃完就已经饱了 然后再来前边 还有一间吃鸡 又是吃得很刁腾 就叫莫大霧 不用走出去 就在这里吃饱了 如果你说 哎呀我不想坐得那么 想坐得好一点 再来前边这里 这里有半契酒价 附近很多饮茶的地方 都品尝过 这里也都有 但是呢 就应该这么说 如果他放在其他区域 应该就是比较飙轻 可惜他在半糖路 在龙津路 那么 除非没位置 又有年香牛饼饼铺 还有 在这里进去 有一个 这间 吃素食的39元一位 如果是去到 初一15 就不能够 那么容易拿到位 至于呢 今天因为准备打台风 所以荔湾湖公园 可能准备 已经关了门 让人进去 是啊 都很正常 封都不封了 是 打台风之前 肯定是很平静的 再来 不得知了 这个终于开了门 广州酒家 是分店 其实如果游客 选择这些都不错 不要说 哎呀 连锁式我不喜欢 如果给我们 我就一次都没有过去 这间 总店我就去过 既然女儿肯和我们出来 现在我就带她去吃 一些小朋友 喜欢吃的东西 就是去 城域雪糕店 吃雪糕了 所以 为何说龙津路 这一带 半溪这里 是比较适合游客 你说回到西关 全部都是那些 吃得很刁腾的 那些白切鸡 你们吃不惯的 那是的 真的 但是 半溪这些游客之外 又或者 即使是前面那些 城域雪糕店 去都是很方便 又或者 甚至在前面 有一条河葱 那里是荔枝湾葱 还有一座游船 甚至那些中式的东西 都不适合 你要喝咖啡 都有的 而且你看这间星巴克 它的顶是用瓦顶做的 虽然说是装修 也起码是用瓦顶装 就是这里 买雪糕好像是转左 这边就是半溪酒隔 游客越来越多 先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 又有一位游客想喝凉茶 他说一定要是正宗那些 荔枝湾葱旁边 有很多小食的打台风 全部关门 不打台风来这里 尤其在秋凉的时候 坐在荔枝湾葱边 吃个豆腐花 其实都是那些豆腐花 我会跟大家说 但那些风味 是与众不同的 至于我面前这里 就叫做文塔 如果来到这里 有件事要做的就是 今天可能会停了 就是在这个位置有游船坐 50元一位 如果你兴致大发 想坐下游船 游览荔枝湾葱 在这里坐船50元 就可以去德斗 威慶芳核心 很值得一试 不过今天是打台风 所以停了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上船 在这里 我的建议是在这里开始坐 因为游船来回 好像是便宜些 好像是70元 我不太记得了 单程是50元 其实你不需要来回 直接在这里坐到 入去永庆坊 50元 看上去好像贵些 超值些 这50元是花得很值 整个游玩过程 大概20分钟左右 那条影片在右上角 大家可以重温一下 如果刚好去到 端午节的时候 这里还会摆满一些农船 即使两年前 还未开放 都是会有的 现在当然全部封住 再来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梁氏池塘 是封闭式那种 不开门 大家看到 有些事业 都吹到 歪零 不歪斜 便知道 颱风即将杀到 我想这条影片出街的时候 可能说不定 一不然还在狂风大雨 又或者颱风便已经走了 至于我们要买雪糕 就在这个地方 在外边 应该是叫做 逢源路 希望我忘记错 在这里 有一构这么大的石 这架石上 写着 泥枝湾 三个字 我们就买雪糕 就在这个位置 乘域雪糕店 我和老婆 有机会经过 都会买一份 今天幸好 女儿也来不来 她有口福 好 我们的食物到了 我就要了这个 魂梨腩味 叫做 薄饼 夹 双球 跟老婆一起一份 就是这个 双球 是17元 一人一个雪糕 然后 女儿要了 鸡蛋仔雪糕 18元 鸡蛋仔雪糕 还在里面做 之前我们来这里吃 都是原桶雪糕 好吃 每次吃 今次人多 可以试试这个 双球 两球 我这个是雲梨腩味 你那个是什么味 虾木瓜味 今次终于满足到你的愿望 是的 很旺祥的 而且老板娘 都是熟年的粤粤本地人 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是的 有时候是公子 而且他们很早下班 好像六点或七点就下班 要来一定要早 那就是回去吃饭的 而且你说可以隔壁 马蹄爽 过来一路享受雪糕 喝一口马蹄爽 都无人欢迎 你说不在这里消费 喝马蹄爽 那就不行 谢谢 有冬有热 他们的雪糕是很漂亮的 就是 不会说 我买便宜一点 两元鸡不是那种 是 濕得你很贵 但是 雪糕震材实料 吃下去 它的奶味 就算那个薄饼是热的 夹下去 都不会立刻溶 因为很难想象 老西关系 有这么好的东西 吃 一边看着这么漂亮的 这么有特色的西关旧屋 一边就吃这个雪糕 这个都不算西关旧屋 而且我还记得 有一次帮观众找屋 它就是住在这一栋楼 不过我不记得它住几零多 就是这栋楼 哇 它这个是全场最触目的位 鸡蛋仔雪糕 还有两个羹 这些是情侣专用的 被这个人享用了 其实真心不贵 如果这些摆在天河那些 是 68 我就会买68 盒子会更漂亮 更漂亮 鸡蛋会更漂亮 不吃它 有什么味道 雪糕其实是一样的 但鸡蛋仔是脆的 你看看 没有那么固寒 吃不到你 我有两种味道 你可以用手 撕鸡蛋仔去点雪糕 吃它 雪糕真的很漂亮 很脆的 很脆的那种 这种是港式的 对 上次我在东莞吃的那种 是圆的 圆的 圆的不好吃 圆的不好吃 其实我很喜欢吃圆的 脆脆脆的 这些两个情侣应该吃这些 一个人吃太肥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雪糕我们吃完 如果作为游客 像打机那样 打怪兽 你当然是先从简单的 开始打对 先我们经过最简单的部分 如果在面前往右转 就是比较高阶的部分 最好不要去 在这里转左 直行 就可以去到另外一些 作为游客 又有新鲜刺激的感觉 但是又不会千篇一律的地方 在这里走过去 就是我们最意识龙场的 龙津路市场 就在这里一直走 至于在这个方向走过去 见到对面有一班人在排队 那里是卖少纳 旺记 很出名 你见到那么多人排队 你都知道 我说不出名 你都不相信 你看样子全部都是老街坊 但是最难的就是你要排队 价钱都挺值得的 在这里走过去 就是打怪兽高阶版 作为游客就尽量不必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 至于我们 就会在这里往右转过去 路上就会经过我们上次 跟老婆说要排队 坐在路边吃那个津津菜馆 就在前面 在这里走过去 就在这里了 他们是五点钟开始开门迎客 现在四点二十分 当然没有那么早 上次吃过津津 你今次想吃点吗 当你见到津津菜馆 继续往前走 就可以去到龙津路市场 当你见到市场的时候 就往右转 又去到另外一间 广州人就顶得上脾气的一个 但是很好吃的腸粉店 原记腸粉 如果外地 尤其是说普通话的 就应该顶不上脾气 至于这里就厉害了 进进进菜馆 已经开始等位了 这么习惯了 等一会就会坐出来 就是在这里吃的腿 其实如果一直留意到 因为我们拍片的观众 都知道这条路 很熟的 各位观众都很熟的 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就可以去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区域 这里就更有生活气息的 都有很多不错的餐厅 还有就不会太热的 到夏天的时候 今天不热 但是你看上面那些树 不会太热 至于在这个方向走回去 所以又可以去得到中山七路的方向 中山七路 即是大概继续走成家子 你就当是这样的 方向在这些小路穿出去就可以了 经过不远 我们就回到这个路口 在前边还有五站的 亦都是游客最外 不知为什么 好像习惯了门 不是的 真的又装修 好像早几个月前才装完 现在又装修了 9月1日开始 今天搬去龙津东路 他不会不做的 怎会不做呢 先后我们就说五站记 来到这里就很有生活气息 就是经常有观众问 为什么买到的东西会那么便宜 大家看看这些店铺就知道 质量绝对没有问题 有问题就被人拆掉了 即使是这些 即使是这些 这些卖包装好的饼都很好吃 前边还有那些斩料的 那些鸡 特价卖10元一盒 那些 又或者有前边那些蒸面包店 果蒸种 饺子皮 全部都有 还有雪藏骨 很多可以选择 可能因为准备打台风 很多街坊市民 趁着今天来买菜 因为广州就不同 跟香港深圳今天是 除了学校以外 其他都是要一切正常的 距市深圳到现在已经停了地铁一天 但是广州是完全没有这回事的 那买包店 这些包装的包店 通常我们会来这几间 又或者一些 一箱箱的火锅面 又或者前边 我最爱那间 卖果蒸种 都可以 果蒸种两元半 有些是五元 更好一些 还有艾池 马拉糕 全部都是很便宜的 你看看那些阿姨这样执法 就知道人家 懂得吃过我多少 而且这几间店 我敲了在这里 起码十年了 质量当然有保证 有肠仔包 不得意 好 8元 8元一袋 15元 15元两包 对 打台风 要两包 要两包 首先呢 广州人就是这样 对抗台风 买好一些 可以放冰箱的东西 又不会说 放到要吃到 下次台风来 都未吃完 就不会 有没有那么蠢的 再来这档 硬一点有特价 现在没有 那些白切鸡 很漂亮 20元一盒 10元一盒都有 始终我们广州人 和深圳 香港 一样 应对台风的办法 就有很多 不会说 搞到那手不成细 是全面不惊的 买一下 饺子 不过早几乎我们 买了很多 所以就不必了 这边呢 卖干如柱的老板 都吃着 打台风的小 再来还有 牛杂 出来了 可以的 可以的 就是这些 一煲煲煲好的牛腩 以前在里面卖的 现在呢 就出来了 这里有个锦铺 还有呢 我们买菜 然后这些 那些俊子俊女买呢 就包没有失手 他们一看就知道 他们认识过我们 对吧 不过呢 看得多我们 现在都认识了很多 很多人要看着我们 来买它才买 很搞笑 哇 你看一代二代 带着把姐姐买了些菜 让他女儿来选牛杂 三十五元一间 对呀 不要妨礙别人做生意 你一个人一起选 三十五元是不连汤的 净肉的 你想想 这些回去自己煮粉 混合猪肠粉 不如出去外边 买猪肠粉混合 正好 好了 过来看看 大家再看看 谁跟我说 广州不收现金的呢 你给个电话 人民银行 一毫一毫银子都收 老实说 只要是人民币就收 是啊 那些自媒体 以为自己很懂国外那些 假的 怎可能呢 不过呢 当然 电子支付就方便很多 我们选择好之后 请好好一斤 老实说 加点汤 这些 我们继续往前走 对抗台风 现在鱼已经开始大 原先我们计划去吃 莫大毛鸡 都是不必 我们去买完菜 这个是卖什么 这个是卖猪脚 我不知是什么 但是在这里走 就要很小心 这个口 就非常难走 地下又有水 又有人 这边卖开生蚝 和会动的蟹 很多街坊市民 就趁着 一场雨未到 就快快脆脆买 那些老板又趁着 现在这个时段 快快脆脆买 哇 真是刺激 现在还未够六点 四点四十一分 接下来 就到广州人 一定要买的东西 就是菜 不吃肉 也可以 不吃菜 是不行的 那些棚子吹得 歪了 接下来 那些老板也清费了 收工了 平时我们在这里 看到老板 两元半 两元八 就这样 这些很耐吃 哇 厉害 今天这里 洪福市场 真是够多人 这里买粟米 那些 对上一次 那么紧张 我跟大家说 还是去年的时候 我也见证过 不知道大家 知道什么时候 那些都是抢着 买些菜 买粉葵就好了 没有渣粉葵 三元半 好 粉葵 煲汤 清液 煲牛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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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看到萝卜便宜 便宜 不过萝卜便宜 难够 很重 去来还有通菜 前面卖 那些好像是番茄楼 不过不是烟枝虹 烟枝虹 烟枝虹 不是番茄楼 最美的应该是 虫化的那些 这里 买多少钱 两元半 烟枝虹没有什么价钱 七百元都够胆 这边卖辣椒 卖雪梨 我想今个星期六日 这条街上应该都没什么人 除非台风吹到应 那就没有雨那种 还有白菜仔 香瓜 那边卖青瓜 再来这边卖猪肉 收市价 看不到多少钱 在这个方向 可以走出去文昌路 真是够刺激 真是够刺激 这些猪骨八元半 十一元都有 再来看见水果 这次他们变了卖水果 提子 现在提子开始漂亮了 因为还有多少天 二十天左右 就已经做到中秋次 中秋次除了吃月饼以外 最重要的是有些漂亮的水果 所以中秋次的水果 贵价那些 是可以挺好卖的 又有牛杂当 这里也是35元一斤 太火烧肉 基本上是这样的 我们要买的也都买齐了 就算不打台风 都要吃饭的 那些也买齐了 接下来我们就去吃晚饭 就去前面 大明顶顶元祭腸粉 吃晚饭 如果有很多观众 都听过元祭腸粉的大名 但是又不知怎样去 其实很简单 在这个方向走过去 就会到中山七路 然后在这里 这条叫华桂桥 元祭腸粉是在华桂路 华桂路是一条很窄的路 元祭腸粉就在对面 前面有几部车停住的位置 很方便 华桂路当然也是西关 这一条很有特色的道路 其实我老婆 是没有什么地方来过的 走到最后也有很多食物 那里还可以一路延伸 回到长寿路地址 不过前提是 你要懂得走长寿路地址 所以我早几集影片也说过 如果你回到西关游玩 你只记住几个地址 就行了 长寿路 中山霸就差一点 黄沙和华林寺 这几个站 基本上在这几个地址出来 都不会太差 不会当失路 至于对面 就是大名鼎鼎的幸福二行 我和老婆很少来这一边 通常都是我自己拍摄的时候 来得比较多的 我今天有幸 过来这边逛逛逛逛 吃点东西 就在前面 就到 有面包店 可以买些面包 看看有没有焗炉 通常我们买面包 就是看看有没有焗炉 看有什么好东西吃 葡萄6元3个 12元半搭 甜甜圈5元2个 光酥饼4元一袋 我看到至少有8粒 这个面包很值得吃 这边就是玄机抢粉 大家看不见那块牌 又是一个可以 拿到车太人之中 我们愿意来吃的 早上就会繁忙些 到今天又加上打台风 这个因素 就客人不是太多 我们的食物就来了 这个是猪忍腸 不知道8元还是9元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要了一份大的 再来 这个是 你遮住了 这个是叉烧腸粉 从外表看起来 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再来还有骨腩粥 和铁仔粥 很厉害 你看看这个铁仔粥 哇 还有饭 但是如果不是玄机的话 我们就会很怀疑 一门一门 这个食店 是否不行 那是傻的 不不行 甚至乎我觉得 在广州 这边吃得又这么好 又有这样的环境 坐在树底下 就是数一数二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 应该我们观众也有的 就是会讲广东话 我这个是 猪润肠粉 看看猪润肠粉 看看猪润肠粉 看它多薄 薄到 挺厉害 它又不是那种很硬的 它是爽身一点 爽身一点 没有那么黏的 但是也是老街坊的感觉 老街坊的感觉 就是 你对着你家人 父母不会说 早晨 麻烦了 下次欢迎光 是不会的 这些就有老街坊的感觉 超级爽 那些猪润 吃下去爽口 超级爽口 而且最难得的 它用肠粉盛出来 火口更难控制 回到农津路 华桂路附近 我觉得这个小食店 必须要来一次 尤其如果你遭到时间 好像旁晚来就最好 早上吃人多些 这个猪润肠粉 都算得上是我吃的最好 它又不会说 好像有少少生的感觉 有些是会有吃到熟的感觉 那种猪润肠粉 有少少腐蝶的味道 已经有点大 这个猪润肠粉 这个猪润肠粉 这些猪润肠粉 很多料 这些猪润肠粉 老婆有惊叹感 这么多料 这些猪润肠粉 第二次的猪润肠粉 第二次的猪润肠粉 在哪 我叫做猪润肠粉 猪润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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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真的 不是说什么 还有 你不要看它那些腸粉 猪润肠粉 好像这么薄 份量很多 我女儿虽然刚刚吃了雪糕 但她吃完猪润肠粉 已经说饱了 接下来 就到了一碗 艇仔粥 大家看到有没有 买相这么坏 其实不是 漂亮的艇仔粥 是这样的 当然 原装上不是这样 因为分开了两份 那些材料越多 就越艇仔了 又有油渣鬼 花生粒 鱼片 蛋丝 很多材料 因为放了一段时间 稠了一些 我加一些材料 DIY 自己加一些骨腩烛 去混合它 老婆妈妈说 很久都没吃过 这么稠的艇仔粥 所以卖得这样的价钱 是有道理的 到怎么说呢 老城区来说 中等偏上 但是 绝对不会说 因为这样 我卖便宜些 比较少些 绝对不会 吃下去是有腥味的 说明鱼是够新鲜 油渣鬼 应该是淋了 还有我最喜欢的 就是葱花 葱花整碗粥不同了 间鱼中 你又会吃到 有粒花生 间鱼中 吃到有些叉烧 还有这些粥店 它不会说 好像现在新派那些 桌面数码给钱 都是近期才有电子支付 都是付现金 现在再付现金 很难 一定是有电子支付 但是 跟以前我们小时候 去的小食店一样 西关这些 它是不会跟你送上来的 它是会叫你自己去拿 拿着票 这些才是老传统 接下来到骨腩 近排 越来越喜欢吃鱼 其实如果吃鱼 我最喜欢玩鱼 而且骨腩这部分 又没有那么多 那么多小骨 挺好的 其实真的 早上会旺场很多 很多街坊 就是靠它 满足自己一日的早餐 那些食饱饱了 真是简简单单 又一餐 回到老西关 就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就会继续往前走 去往长寿路地铁站 那方向坐地铁回家 这里就是诺言坊 今天因为打台风 所以不用上学 否则平时很热闹 因为到了这个时段 就刚刚下班时间 如果先头我们没有去圆寄吃腸粉 我应该会去前面 吃过牛三星 不过早前吃得海鲜多 怕尿酸高 所以没有吃 也是观众的推介 这条路就是华桂路 其实华桂路的名字 在我们广众人心目中是挺响的 但是如果你说去到外边 或者香港 其实应该没什么人认识 也挺隐世 但是这里 都有几间餐厅是不错 一个是刚才我们去的米枝莲 前面还有天明和醉严居 也是不错 又是那种坐得擠擠擠擠擠 用餐环境很一般 甚至木楼梯那种 但食物也是传统 不过早前 有观众的局方 便跟着我推介 采过踩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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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 可能游客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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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mme I 长寿路地之站 哇 已经开始打风了 我说的就是这两间 醉盐居和天明饭店 它们是黏在一起的 如果没办法坐下慢慢吃 你可以打包一个白痴鸡 手丝鸡拿走 左手边这间就吃手丝鸡和汤 大家看看里面 真的不是吹水 楼上我看不到 现在五点半已经坐到这样 所以有时候可能真的 出品人多 有些下降都不奇怪 这些小店来的 右边是吃煲仔饭的 你看左边 寿司鸡坐到五点半 牛三星就吃这个了 这个亦是很有名 在这里做了很多年 是一位在华桂路住的老街坊观众 告诉我 下次有机会再次 说了很久了 好了 我们亦都差不多到地质站了 今集影片亦都到这里为止了 各位观众 回到长寿路中山八路附近游玩 这条路线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黎子湾中一定会适合你 好了 各位观众下集见了 如果可以的话 帮我分享这条影片给朋友看 或者帮我点个LINE 尽快订阅我的频道 下集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网站 高线 还有 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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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